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的云七大会上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建峰 宣布成立了阿里巴巴全球研究院 命名为阿里巴巴达摩院 那时方间仍有声音质疑 阿里在BAT三家中的技术实力 但达摩院成立了一年之后 这样的声音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在今天的云七大会上 同时间任达摩院院长的张建峰 透露了一年来达摩院的发展情况 达摩院如何理解AI 在张建峰看来 达摩院就是要回答两个问题 各行各业人工智能的数据从哪里来 我们是如何处理的 因此在组织架构上 达摩院目前有超过300位研究人员 在全球8个城市设有研究分支机构 同时建立了一系列实验室 主要分为机器智能 数据计算 机器人 金融科技和包括量子计算 人工智能在内的X实验室等几个方向 张建峰称之位斯加X实验室 这几个方向是根据怎么获取数据 怎么处理数据 让人工智能到来变得更为容易划分的 包括技术 芯片 甚至后面支撑的基础 甚至是数学 在2018云西大会上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兼达摩院院长张建峰在演讲中 解释了阿里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他称之为ABCDA ABC指的是人工智能的基础 算法L1的大数据BigDotter以及计算Computing 向上市领域Domain在直上就是整个生态系统EgoSystem 所以今天的达摩院会更关注底层算法 算力和大数据的处理 而说到这 就不得不提到芯片的话题 阿里的芯片计划 今年4月 阿里对芯片公司 中天威的全资收购 引起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阿里趁在收购之前 达摩院已经组建了芯片技术团队 进行AI芯片的自主研发 此外 阿里还投资了韩武技 Alfort Networks 申建 奈能 奈能奥杰科技 ASR等5家芯片公司 中天威是中国大陆唯一一家自助嵌入是CP WebCore的公司 阿里趁对中天威的收购 将在更大层面上综合科研力量 在芯片核心技术能力上完成突破 在今天的云七大会主论坛演讲中 张建峰披露了阿里更加细节的芯片计划 我们要做两类芯片 第一类是神经网络芯片 NPU第二类要做端上芯片 张建峰说道 目前阿里已经完成了神经网络芯片 所有设计指标的检测 预计明年年终就能生产出来 各项指标都是全球领先的 张建峰说 就目前的测试结果来看 这款阿里巴巴的第一款神经网络芯片会对现在的深度学习推理性能有10倍的提升 图形处理有40倍的性能提升 阿里巴巴要做的第二类芯片是端上芯片 现在边缘计算越发重要 各种计算终端都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智能 能够获取数据 传输数据 这正是阿里巴巴巴展嵌入式芯片的原因 阿里的嵌入式芯片取名为CK902系列 CK902是中国第一款带安全功能 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 张建峰说 除了以上两类芯片以外 达摩远还着眼于量子计算领域 今年5月 达摩远量子实验室宣布其研制 出了号称世界最强量子电路模拟器的泰彰 首次在全球模拟了81比特40层随机量子电路模型 这一研究结果被美国南加州大学的I.T.H.教授称为 改变了量子计算的游戏规则 张建峰认为 量子计算要走进现实 一要有芯片 二要有应用场景 因此达摩远在真正制作出量子芯片之前 设计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模拟系统 模拟量子计算 其次 达摩远正在建设两次实验室 计划在两到三年内真正做出一款量子芯片 此外 达摩远还借助阿里的优势 计划在芯片上搭建其自己的系统 实现端到端的应用 在发布会现场 张建峰宣布成立一家半导体公司 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取名字外号平头哥的非洲动物秘欢 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做 也 很讲究技巧和智慧 阿里希望以此为名的半导体公司 能够学习这种精神 为了实现梦想 持续负重前进 面向未来 在达摩远设立之初 马云曾说达摩远活得要比阿里巴巴长 要服务全世界至少20亿人口 必须面向未来 用科技解决未来的问题 这就要求达摩远在人才培养方面有所布局 如前面张建峰演讲中提到的阿里巴巴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人工智能背后的基础之一数学非常重要 对科学家云云的达摩远来说 将数学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就显得非常自然 会上 张建峰宣布达摩远 将设立达摩远青城奖和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 分别针对青年人才培养和人工智能背后的数学基础做人才储备 在大会现场 达摩远的诸多名声贯尔的科学家为平均年龄近32岁左右的首届青城奖获奖选手 文巴巴了奖章和奖金 虽然这些获奖选手仍名不见经传地深藏在各个高校之中 但在阿里达摩远宏远的愿景之下 现场新老街棒班的颁奖仪式 多少显得有些异议悠长而厚重 责任编辑 Radio 奖仪式